第151章班级争锋 柳无邪面无表情 听到这个消息 内心毫无波动 仿佛没事人一样 你就一点不担心吗 陈乐瑶跺了跺脚 他好心过来提醒 柳无邪竟然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担心就能解决问题吗 柳无邪微微一笑 他感谢陈乐瑶关键时刻来提醒自己 三人沉默 他说的没错 担心能解决问题吗 简然不能 一切还要靠他自己 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 薛家敢在这里对他动手 那就让来一个杀一个 一年之内 他要杀光薛家所有人 就从今天开始 说完 穿过人流 朝场地赶去 大家早已等候多时 除了搭建的擂台之外 侧面区域还搭建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柳无邪从未见过 那边叫独人庄 修炼身法之地 许多自认身法强大者 都喜欢挑战 李生生边走边说 两人很快来到高级七班区域 这是我们的地方 你们凭什么占领 还未挤进去 前面传来吵闹声 正是从高级七班传出 两人加快了步伐 前面有两群人相互对峙 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动手的架势 你们七班才这么几个人 占据这么大的地方 我们六班五十多人 占你们点地方怎么了 跟高级七班紧挨着的是高级六班 他们的人数 是高级七班好几倍之多 每个班级 人数有多有少 大多在五十到七十之间 高级七班就是一个例外 我们已经让出一小半的地方给你们了 是你们咄咄逼人 想要霸占我们高级七班所有区域 高级七班的学员一连恼怒 已经腾出一大块的地方让给了六班 没想到他们依旧不肯罢休 还要霸占更多的地方 反正你们高级七班也无所谓 不如都让给我们吧 你们几个人挤一张桌子就可以了 话音一落 周围传来一连串的笑声 高级七班出了名的散漫 早已人尽皆知 倒是几个月都不会出现一次 选择七班 大多数都跟柳无邪一样 冲着自由才加入的 单众 你七人太甚 赵诚站出来 高高的各自 格外显眼 老远就能看到 高级七班大部分事情 都是由李生生跟赵诚来安排 他们是老生 又是巅峰先天静 在七班地位很高 单众是高级六班的佼佼者 这几年六班排名越来越高 直逼天才班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七人太甚了 赶紧把地方腾出来 不然休怪我不客气 起零之事 碾压高级七班八名学员 赶紧滚吧 你们这群人留在学院 就是丢人现眼 白白的浪费学院资源 那些普通班学院发出一阵哄笑 让赵诚等人赶紧滚出此地 高级三班的学员 一个个露出幸灾乐祸的样子 终于看到七班吃扁了 他们还没站出来 高级六班先下手了 要打便打 别废话了 老子还怕了你们不成 从高级七班走出来一名魁梧男子 右手提着一杆大锤 五大三粗 站在那里像是一尊高塔 脾气很火爆 此人一出 高级七班其他学员纷纷站起来 大不了跟高级六班站一场 谁怕谁啊 高级七班就没有闹肿 陈麒麟 你以为天生神力就能跟我抗衡吗 既然你自己主动站出来 就给我受死吧 班众不由分说 一拳朝陈麒麟砸下 叫陈麒麟的男子 身高八尺 体重三百斤 三岁时便能举起五百斤重量 天生神力 出生的时候 体型太大 花费三天三夜 母亲才将他顺利产下 因为食量其大 家里实在养活不起 没有办法 当年满十八 送到帝国学院修行 手中的大锤 足有一千多斤 轮起来发出猛烈的呼啸声 这要是砸在人身上 瞬间成为一个肉饼 仗着强大的体魄 一般的低级喜临近 都奈何不了他 照成正要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他非常了解陈麒麟的脾气 受不了一点憋气 高级六班咄咄逼人 已经忍无可忍 这才站出来 手持俱锤 朝单众狠狠砸下去 大家一起出手 照成一生命下 高级七班人虽然不多 心却很齐 大家平常很少见面 彼此之间却有种出奇的默契 不是一类人 也走不到一起去 空 陈麒麟的去吹猛的砸下 单众身体直接被震回去 尖天九重 对战喜临近一重 平分秋色 高级六班五十几人一起站起来 将高级七班八人团团围住 一个个摩拳擦掌 准备要大展身手 单众被小小的先天进阵退 一脸恼怒 身体往前一踏 更加恐怖的气浪 涌向陈麒麟 我要你死 一生力喝 单众手中出现一把长刀 逼向陈麒麟的脖子 好狠毒的心 竟要杀死陈麒麟才能解恨 李生生跟柳无邪好不容易挤进去 突如其来的吵闹声 惊动了整个场地 不好 陈麒麟有危险 李生生意识到不妙 肥胖的身体根本挤不进去 李一层外一层 已经被人团团围住 他非常清楚陈麒麟的实力 对付一般的先天九重绰绰有余 面对喜临近 吃亏的一定是他 高级七班八人像是海浪上的孤舟 很快就能被高级六班给吞噬掉 这时 一道人影突然凌空而起 踩在众人的头顶上 化为一道流星 冲向高级七班区域 谁踩我的脑袋 围观的那些人纷纷破口大骂 有人踩在他们的脑袋上 单众的长刀距离陈麒麟越来越近 这种打斗 学院每天都会发生 并不稀奇 各大班级相互较量 这才是今天聚会的主旋律 两大班级混战 以往不是没发生过 陈麒麟必无可避 周围都是人 往后退有可能踩到七班学员 前面的路被丹众封死 周围活动的空间 非常的小 长刀就算不能刺穿陈麒麟的脖子 也会将它重伤 说时迟 那时快 眼看长刀就要落下 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枪 火光四剑 丹众像是被一尊大力神给震飞 身体在空中抛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狠狠地砸进高级六班场地中央 身体骨头发出卡卡声 最后时刻柳无邪收力了 不然他早就是一具尸体 关键时刻 柳无邪出手了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高级七班的学员 被他们欺负 既然他也是高级七班议员 就要捍卫七班的荣誉 陈麒麟一脸错愕 已经做好受伤的准备 突然有人冒出来 替他抵挡了单众的攻击 身体落在地面上 除了松林跟照成之外 其他人都很陌生 李生生好不容易挤进来 看了一眼大家 这才放下心来 都没受伤 柳师弟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些都是我们高级七班的学员 柳无邪加入帝国学院 连高级七班的大门都没进去过 一直在外面自主修炼 听到是七班的学员 大家都好奇的走过来 松林已经跟大家熟悉了 对柳无邪很陌生 早就知道我们高级七班来了一个狠角色 杀掉高级三班二十人 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今日一见 果然风采 王永浩依附自来熟的样子 性格比较懒散 难怪加入高级七班 柳无邪一头黑线 他的大名 没想到早就在七班传开了 这位是王永浩 石天生 上官亮 玉池景 风凌凌 陈麒麟 加上柳无邪 赵成 李生生 松林四人 高级七班十人都在这里 只有风凌凌是名女子 跟陈乐瑶年纪相仿 被点到的几人纷纷站出来 朝柳无邪报了报权 不用介绍 早已知道柳无邪的大名了 多谢你刚才出手相助 陈麒麟嗓门极大 伸出巨大的手掌 轻轻拍了拍柳无邪肩膀 总有三米多高 柳无邪站在他面前 跟个孩童一样 客气了 见过各位师兄师姐 柳无邪千千有礼 朝他们报了报权 双方算是打过招呼 路上他还担心 跟七班学员能不能融洽到一起 看来他多心了 他对每个人的感官都很好 没有太多尔虞我诈 这就是高级七班的优点 没有争斗 自然就没有仇恨 其他班级经常为了一些资源 相互争斗 导致内部不合 七班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谁偷袭的老子 给我滚出来 班众从地面上爬起来 一脸猙獰 朝高级七班怒吼 还没看清楚是谁出的手 自己就飞出去了 嘴角还带着一丝血迹 跌落地面的时候 不小心碰掉了两颗牙齿 高级七班停止交谈 站成一排 自动形成半圆 以柳无邪为首 无形当中 柳无邪成了高级七班的主心骨 主要是柳无邪凶名在外 大家早就想要一睹真容了 尤其刚才神秘出现 一刀阵非单众 更是让高级七班学员仰慕不已 高级六班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 五十几人步步紧逼 今天是不打算善罢甘休了 单众 年底聚会还没开始 你真要动手吗 李生生往前一步 毫不退缩 真要战斗 他也不去 只是还没到时候 打了老子就想这么算了 没那么容易 小子 我会慢慢的让你死去 单众还不知道柳无邪身份 手持长刀 一步步逼近 第152张费你双臂 李生生等人放弃交谈 朝柳无邪看过来 等待他的命令 高级六班学员跟在班众身后 发出阵阵凝笑 早就听说高级七班出现一个妖孽 今日一见 也不怎么样 柳无邪将境界隐匿成先天八重 看起来普普通通 甚至还不如李生生等人 真正战斗力 知道的人不多 一刀斩杀戒养两名跟班 只在小范围传开 许多人还不清楚 你确定要出手 柳无邪不想多事 他前来参加 只想见识一下 多看 多听 就是不多动 对方如果咄咄逼人 不介意稍加惩罚 算是杀戒紧猴 打消那些心怀不轨之人 你打掉我两颗牙 我就费你两条手臂 这很公平吧 班众站在柳无邪五步之外 手中长刀释放出团团火焰 恐怖的火元素铺天盖地 此人倒是一个狠角 废掉他的修为 让他以后做一条狗 高级六班学员跟着起哄 要废掉柳无邪的修为 不仅仅是斩断手臂那么简单 每个人像是看死人一样盯着柳无邪 一脸的嘲讽之色 没想到这小子自己跑上来送死 高级三班的人就在不远处 每个人脸上充满着仇恨 当日的事情 被他们打击太大了 自那之后 三班一蹶不振 天才死得差不多了 剩下都是庸才 上不了台面 饺子 听到没有 他们要让你做一条狗 单重发出冷笑 手中短刀突然画下 凌厉地破空声 撕开空气 出现在柳无邪面前 说出手出手 没有任何征兆 不给柳无邪反应的机会 端是狠辣之辈 小小蝼蚁 也敢口出狂言 柳无邪懒得跟他多废口舌 手中短刀突然撩起 化为一抹残影 谁也没发现柳无邪的出刀轨迹 出刀的那一刻 四周空气突然停止流动 像是被人抽空 却有这么大的能力 控制周边天地法则 只有柳无邪 他早就领悟天地一体 欠缺的指示境界 无需施展鬼童术 短刀狠狠斩下来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单重的刀气一寸寸裂开 承受不住柳无邪的刀翼碾压 顿时四分五裂 恐怖的刀气 如同天地囚龙 困住了单重的身体 无法动弹 只能站在原地 这一刻 单重意识到了死亡危机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惊恐 外人感受不到 只有单重最清楚 他的攻击 惨遭有无邪无情的碾压 火属性不错 我吸收了 吞天神鼎悄悄移动 中围的火属性元素 全部消失 融入神鼎之中 化为新的能量 填充到太荒丹田中 发生什么事情了 单重怎么不动 高级六班的学员看不懂 两人战斗才刚开始而已 单重怎么不动了 还有他的刀刚 消失得无影无踪 像是被人吃掉了 皆分之一刹那 柳无邪短刀毫无征兆地斩下 咔嚓 两条手臂一起掉下来 接着是一声凄厉的惨叫声 响彻苍穹 啊啊啊单重跪在地面上 一切来得太快 容不得他思考 柳无邪的短刀就出现在他手臂上 好像是他主动撞上去的一样 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这世间哪有如此巧合之事 四周陷入死一般寂静 大家忘记了呼吸 发生了什么 高级六班学员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一脸的茫然根部之所措 单重败了 败得如此彻底 一阵阵到稀凉气的声音在四周响起 不敢相信是这样的结局 战斗还未开始 已经结束了 除了远处 并不知道这边发生的事情 周边几十米 看得一清二楚 柳无邪的刀法太神秘了 弟弟 你有几成的把握杀他 白琼就坐在不远处 他是玄字号学员 距离柳无邪站立的地方 大概200米距离 刚才的一幕看得一清二楚 七成 白语信誓旦旦地表示 加入帝国学院第三天 他就顺利突破喜临近二重 在哥哥的帮助下 进入修炼室打磨了好几天 早已攀升到喜临近二重巅峰 好 我要他今晚死在你的手里 回想当日柳无邪骂他是白痴 白穷恨得咬牙切齿 他是玄字号学员 当然不好朝柳无邪出手 哥哥放心吧 今晚他是我的 谁也别想跟我抢 白语舔了舔嘴唇 没有抢到炎阳洞修炼奖励 对柳无邪恨之入骨 好几个区域 同时投过来对柳无邪的恨意还有杀气 聚会要进行很久 柳无邪能否活到最后 还是未知数 这是我们高级七班的地方 谁敢往前一步 杀无赦 手中短刀突然画下 七班跟六班中间出现一道白色印记 高级七班的位置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多出一大块 抢了六班很大一块面积 六班的学员敢怒不敢言 单重败了 谁也不敢轻易出手 腾出一大块位置 七班只有十人 坐在空空荡荡的区域 跟整个拥挤的会场相比 太过扎眼 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片区域稀稀拉拉 就算是天才班 他们都挤在一起 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气死我了 要不要我们去教训教训他 天才班一名学员站起来 很是恼怒 得知柳无邪拒绝加入天才班 不屑于跟他们为伍 无形当中得罪了很多人 不急 我们有的是机会 于亦凡微微一笑 示意他们不用着急 今晚想要除掉柳无邪的人不计其数 还轮不到他们 就怕还没撑到他们出手 柳无邪早已死在当场 一场闹剧很快结束 没有人再敢刁难高级七班 许多导师纷纷赶到 导师 你来了 一阵浓郁的酒气扑鼻而来 不用猜测 金剑锋来了 浑身拉里拉他 一屁股坐在地面上 俨然没有一级导师的模样 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早已见怪不怪 都别客气了 坐下吧 金剑锋摆了摆手 示意大家都随意一些 这两年他这个做导师的 也不是太称职 奇怪的是 李生生等人对金剑锋一直保持尊敬 小师弟 你还不知道吧 金导师虽然不怎么教导我们 故短这一块 整个学院无人不知 刚才金导师要是在这里 班众可能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王永浩凑过来 小声说道 这一点柳无邪心里早就知道 上次灭掉高级三班那么多人 不是金剑锋出现 事情有些麻烦 小娃 不错 老夫看好你 金剑锋睁开心松的双眼 落在柳无邪的脸上 字幕对视 柳无邪眼神一缩 心里咯噔一声 此人深不可测 这是柳无邪第一感觉 金剑锋绝非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 为何甘愿当一名一级导师 按照他的实力 成为明星导师也绰绰有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金剑锋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仅仅一个对视 从彼此的眼神之中 看到许多东西 拿出酒壶 放到嘴里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 眼神越来越亮了 很快将这些想法抛之脑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一年一度的新年聚会即将开启 跟往年一样 大家多多交流 负责的长老留下一句话后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开始了 柳无邪一头黑线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事实就是如此 每年都是这样 大家聚在一起 愿意干嘛就干嘛 学院不会干涉 既不搞比武排名 也不会搞擂台切磋 像是一场学术交流会 声音当落下不久 四周传来闹哄哄的声音 有人跃上擂台 开始发起挑战 学院之中 难免许多弟子之间 有私人恩怨 这是一次解决恩怨的好机会 柳无邪没有太多心思 目光朝四周看去 按理说这种聚会 徐灵雪也会出现 为何没有看到他的踪迹 时间快速流失 眨眼间的功夫过去一个多时辰 挑战的越来越少 整个会场处于平静 变成了私底下交流 分享修炼心得 帝国学院这种教学方法 的确是别出心裁 相互交流之后 取长补短 弥补自身的缺憾 高级七班柳无邪 我听说你身法厉害 敢不敢跟我比一比独人装 一到惊天立鹤 打断了许多人谈论 纷纷朝高处看去 天才班一名学员站起来 欲要挑战高级七班柳无邪 终于要开始了吗 柳无邪缓缓缓站起来 嘴角浮现一抹残酷的冷笑 今晚注定要大开杀戮 最高区域 突然一道人影站起来 顺着人流 美目落在柳无邪的身上 看到她的那一刻 郊躯微微移动 美目中流露出一丝期待 还有一丝异样的情绪 像是见到亲人后的喜悦 女子身边 还坐着一名白衣男子 目光顺着女子的视线 朝第四号区域看去 很快落在柳无邪身上 徐师妹 你怎么了 身边白衣青年 关心的问道 明是 女子坐回原地 有些心不在焉 白衣男子目光隐晦地扫了一眼柳无邪 很快退回来 徐师妹难道认识她 如果有外人在场 一定认识此人 她可是副院长秦丽的得意门生 肖燕龙 天字号学员 年纪轻轻 就已经达到高级洗髓境 帝国学院院长除了范真之外 还有两位副院长 百里青占一位 秦丽占一位 今年眼眸深处 闪过一丝凌厉之气 关于徐凌雪的事情 她早有耳闻 徐家坠序更是一清二楚 第153章读人装 坐在肖燕龙对面的女子 正是徐凌雪 没有回答肖燕龙的问话 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担忧 无数双眼睛 落在柳无邪一人身上 等待她的回答 面对天才般的挑衅 她敢不敢应战 拒绝等于懦弱 以后再也抬不起头来 成为众人嘲讽的对象 柳师弟 你不要答应 挑战你的男子叫逃兵 此人修炼一门极厉害的身法 这些年每天都在独人装上修炼 对独人装每个落脚点 了如指掌 你上去肯定会吃亏 李生生快步走出来 面露担忧之色 希望柳无邪考虑清楚了 其他人纷纷点头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约斗 柳无邪加入帝国学院前后不过二十天时间 对学院许多地方都很陌生 出言拒绝 也合情合理 我接受你的挑战 柳无邪的声音穿透会长每一个角落 答应了逃兵的约斗 其他人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暗中替柳无邪加油 师弟 你一定要小心 逃兵有悲而来 千万不能中了他们的奸计 赵成连忙走上前来 小声地说道 逃兵不过小小的先天境巅峰 敢出面挑战 没有绝对的把握 不会轻易下战书 多谢各位提醒 话音一落 身体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独人装区域 独人装跟梅花装还略有不同 摆放的位置 高低部等 像是一只只独角站立在原地 庄子下面 有些地方是泥潭 有些地方是毒刺 这可不是一般的独人装 他会吃人的 稍有不慎 落下去之后 会被独刺扎死 逃兵已经等候多时 两人站在独人装起点 一丝冷笑从逃兵嘴角浮现 柳无邪 你很有胆量 我知道你实力强大 既然是比拼身法 当然不能动用武技跟兵器 一切凭靠身法说话 谁先抵达终点 就算谁赢 你没有问题吧 果然露出了狐狸尾巴 启灵近一重都不是柳无邪的对手 他小小的先天境巅峰 敢发起挑战 没有绝对的把握 不会轻易下战输 卑鄙 太卑鄙了 不允许使用武技 这对柳师弟太不公平了 李生生很是恼怒 逃兵这是在挖坑 等着柳无邪自己跳进去 不能动用武技 不能使用兵器 不如让柳无邪双手双脚捆起来跟他比算了 我支持陶师兄 既然是身法比拼 当然不能使用武技跟兵器 许多人站起来 支持陶兵 认为他说的没错 如果是武技比拼 没有必要前往独人庄 直接上位台便是 高级六班五十几人全部站起来 摇旗呐喊 替陶兵加油助威 柳无邪已经站出来了 没有退路 我答应你 自始至终 柳无邪面无表情 不论是四周的嘲讽 还是陶兵的暗度陈仓 内心深处翻不起一丝连衣 听到柳无邪答应 陶兵笑意更浓了 不仁庄一共七百米距离 我们各凭本事 出现任何事情 该不负责 陶兵发出一声冷笑 架了一个隐形生死战书 生死个安天命 独人庄作为修炼身法之用 很少出现伤亡的现象 但是今天不同 独人庄经过特殊改造 庄子下面布满了独针独刺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改变了独人庄的布置 为了将它诛杀 薛家可是没少下血本 目光所及之处 一共三百六十根庄子 大小不一 高矮不等 间隔有长有短 最长的间隔达到五米 需要凌空虚度 此周吵闹声逐渐散去 每个人屏住了呼吸 不愿意错过这场身法比拼 从中能获取不少经验 薛瑞 这场比拼逃兵有几成胜算 全字号区域 聚集许多薛家弟子 每个人看向柳无邪的目光 透着阴粉 九成 薛瑞眼眸中流露出浓郁的杀气 上次前往沿阳洞 竟然没有找到柳无邪 派出去的那些人 全部消失了 只有八九被柳无邪杀死 还找不到任何证据 赵主放心 这小子死定了 却品质一副讨好的语气 薛瑞虽然境界不高 勉强达到喜灵金一重 在家族的地位 却举足轻重 连薛瑞都要仰仗他 谁让他是薛鼎天的孙子 回想起苍蓝城那一幕 薛瑞咬牙切齿 恨不能生吞了柳无邪 从小到大 从未受过这种窝囊气 最可恨他想要得到的女人 拒绝他好几次 等这个小子一死 我让爷爷向百里青提亲 从看到徐灵雪第一眼开始 那绝世容貌 在心里一直挥之不去 令他失不下烟 夜不能寐 每天在各种煎熬当中度过 关于徐灵雪的容貌 大家早有耳闻 见过的人并不太多 两人站在乞讨线上 只等一生命下 一起跃上独人桩 前面二百米 由一百根独人桩组成 中间二百米由一百根组成 剩余的桩子 分散在最后几百米 杂乱无章 鬼童树渗透出去 独人桩每一个落脚点 出现在柳无邪魂海之中 快速地分析 出现一幅完美的画面 第一步落在何处 第二步落在何处 记录得清清楚楚 开始 两人身体搜得一生略出去 犹如两道流星 逃兵修炼一门利害身法 身体竟然发出音笑声 第一个踩在独人桩上 柳无邪紧随其后 第一段距离 独人桩较多 两人不分上下 并驾齐驱 独人桩的固执并非一条直线 而是杂乱无章 第一次上来 不找准落脚点 会一脚踩空 逃兵在独人桩上轻盈好几年 闭着眼睛也能知道下一脚落在何处 速度奇快无比 柳无邪书定了 我听说这几日 逃兵一直在独人桩上修炼 早已对独人桩了如指掌 速度越来越快 已经看不清两人的影子 只能看到一道道残影 在独人桩上你来我往 眨眼间的功夫 略出去一百米距离 按照这个速度 很快就能抵达终点 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突然 一道凌厉的破空声 直奔柳无邪双腿而来 奇快无比 过了第一个一百米 前面的独人桩数量在急速的减少 两人有时候必须要同时踩在一根桩子上 才能渡过 柳无邪落后一个身位 逃兵抓到机会 右腿突然横扫柳无邪的小腿 逼着他掉进下面的泥潭之中 泥潭里面潜伏许多毒蛇毒虫 落下去就算不死也会脱层皮 人群传来一阵惊呼 谁也没想到 逃兵突然偷袭 柳无邪必无可避 前面只有一根桩子 是他下一个落脚点 逃兵已经算准了一切 如果柳无邪不避开 双腿就会报废 这小子完蛋了 必死无疑 高级六班的学员开始庆祝 终于有人替他们出了一口恶气 杀了他 快杀了他 高级三班还有天才班的学员 疯狂的怒吼 仿佛已经看到柳无邪跌落泥潭的一幕 柳无邪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选择后退 退到身后的庄子上去 这样落后的距离就会拉大 再想追上逃兵 难度很大 第二个选择 强行破解逃兵这一招 看谁的力量更大 逃兵已经先发至人 柳无邪就算反击 胜算很低 不能使用兵器 不能动用武技 只能靠力量 留给柳无邪的时间不多了 身体已经弹射而起 人在半空 后退更不可能 右脚即将落在木桩上 逃兵嘴角浮现一抹残酷的笑容 力量突然加大 发出破空声 取灵血粉全捏得紧紧的 脸上的担忧之色越来越浓 身旁萧艳龙眼神深处闪过一丝恶毒 人在空中 柳无邪无力可戒 一步步下坠 逃兵的右腿眼看就要扫上来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柳无邪的身体突然在空中一个旋转 猛的下坠 竟然朝泥潭落去 哈哈哈哈 这小子主动放弃了 都以为柳无邪会硬抗一招 谁会想到 他竟然选择闪避 自己主动跌落泥潭 逃兵一阵错愕 一脚踢空 赶紧收住身体 改变了战术 身体凌空拔起 踢飞了柳无邪面前第二根桩子 就算他从泥潭里面掠上来 同样失去了落脚之地 果然够狠辣 一切都在电光石火之间发生 谁会想到 逃兵卑鄙到如此程度 断绝了柳无邪上来的道路 李生生等人恨得咬牙切齿 他们都低估了这场比斗 逃兵无所不用其极 只要能杀了柳无邪 不惜一切手段 自逼的恶臭袭来 柳无邪距离泥潭越来越近 身体快要省下去了 落脚点又被逃兵破去 右手突然抓住木桩 借力用力 身体横向滑行 这一幕震惊了无数人 好精妙的身法 无数人站起来 被柳无邪的身法惊呆了 不论是仇人还是朋友 不得不赞叹柳无邪这一招 运用到了极致 一个凌空360度翻转 落在了第三根木桩上 反而出现在逃兵的前面 一气呵成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细节 柳无邪计算的天衣无缝 稍有差错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没有武技 没有兵器 平靠是极高的身法技巧 逃兵恼目无比 发出一声轻笑 右腿踢在左边的木桩上 一根接着一根倒下 他们周边的木桩在急速减少 阻止柳无邪先行一步 第154张无耻 为了不让柳无邪落脚 破坏掉周围所有木桩 逃兵只留下自己脚下站立的一根 好狠辣的计划 柳无邪早就计算到了 右脚点在快要沉入泥潭中的一根木桩 凌空滑行五米多距离 稳稳地落在木桩上 没有华丽的招式 没有强大的武技 平靠对周围的环境掌控 还有对细节的把握 妙到豪颠 这是此刻所有人对柳无邪的称赞 妙 实在是太妙了 没想到柳师弟的身法如此之精妙 王永浩等人连拍大腿 刚才他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生怕柳无邪一个不慎 跌落泥潭 最后关键时刻 扭转乾坤 回到了木桩上 却欲眼神阴冷的可怕 正要欢呼庆祝 柳无邪回到木桩的那一刻 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甩在薛家众人脸上 此方陷入死寂 没有人说话 无声的交锋 最为可怕 有一套 逃兵眼眸深处 闪过一丝凝重 脚步倾踏 身轻如燕 连续越过好几根庄子 站在柳无邪一米之外 周围的独人庄倒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每走一步 都非常艰难 搜 逃兵身体如同飞行一般 凌空跃起三丈多高 飞向远处的庄子 如果被他截足仙灯 毁掉身后的木桩 柳无邪就会失去落脚点 只能待在原地 独人庄越来越少 逃兵打得好算盘 既然不能逼着柳无邪跌落泥潭 那就毁灭独人庄 看你怎么追上我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独人庄适合一个人修炼 两人同时行走 难度极大 何况他们相互之间 要提防对手 雕虫小记 柳无邪嘴角发出一声猛笑 身体突然腾空而起 姿态优美 逃兵跟他相比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好优美的姿势啊 许多女学员纷纷站起来 双眼冒出无数小星星 柳无邪身体 像是一只鲜鹤 踩在云端之上 双手张开 凌空翻了四个跟头 稳稳地落在一根独人桩上 卖弄 取林学小嘴嘟起来 眼神中的担忧 要比刚才少了很多 逃兵脸色越来越冷 严重低估了柳无邪的身法 他修炼的锋刃步伐 可是玄机五计 帝国学院修炼制 大成的学员不多 这些年日复一日修炼 早已领悟锋之元素 将这套锋刃步伐 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眸光一冷 宛如一道强风 飞速地扑向柳无邪 这是要拼命的架势 却家已经警告过他 不杀柳无邪 你也别想活着回来 找死 柳无邪大怒 原本以为只是一场身法较量 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逃兵想要杀他 逃兵的双脚犹如两只巨大的钳子 在空中形成一个剪刀脚的形态 朝柳无邪的脖子狠狠地夹下来 下盘功夫果然厉害 柳无邪必无可避 周边的独人装都被逃兵破坏 不能坐以待毙 右脚突然用力 身体凌空飘起 同样是双脚 两人在空中撞击到了一起 砰砰砰柳无邪并未修炼过腿法 一般的武技想要伤他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你来我往 两人在空中交战了数十招 柳无邪没有使用任何兵器 一直以肉身对抗 如果出刀 逃兵早就是一个死人 空 脚掌对脚掌 两人身体一起倒飞出去 咔嚓 咔嚓 身后的独人装一根根炸开 身体撞上去之后 独人装承受不住 四分五裂 真为能站立的独人装所生无几 小字 死吧 突然之间 逃兵脚底爆射一缕寒芒 射向柳无邪的胸口 竟然还夹杂着暗器 这一幕 震惊了无数人 柳无邪身体悬空 没有着力点 不断地往下坠 如果躲避暗器 就会跌落泥潭之中 情况岌岌可危 已经到了生死危机关头 瞿灵雪突然站起来 小手捂住了嘴巴 这一切萧燕龙看在眼里 高级七班所有人全部站起来 双拳紧捏 每个人脸上充满愤怒 逃兵太卑鄙了 无耻到了极点 中围左右 独人装备逃兵全部毁灭 柳无邪身体距离泥潭只有一米多高 暗标发出猛烈的破空声 十几米的距离 眨眼急到 逃兵射出暗标之后 一刻没有停留 身体连续跳跃 朝终点掠去 就算不能杀死柳无邪 也要在身法上赢下对手 令他身败名裂 柳师弟 快起来啊 七班学员高声大吼 让他快起来 跌下去 就会死在里面 棕林级的团团转 没有任何办法 眼泪不自觉的掉下来 陈乐瑶站在玄自豪区域 默默的注视着这一切 哈哈哈哈 这小子终于要死了 高级六班的学员发出哄堂大笑 看到柳无邪死亡 心情大畅 一万多名学员 好几百名导师 静静地看着事态发展 金建峰拿起腰间的葫芦 猛地灌了一口 眼角散发出一缕金光 身体距离泥潭只有几寸之窑的时候 从泥潭之中钻出来一条毒蛇 张开大口 朝柳无邪脖子咬去 越来越多的毒蛇毒虫 覆盖在泥潭表面 发出呲呲声 令人毛骨悚然 就在所有人认为柳无邪必死无疑的时候 情况突变 柳无邪手指一点 一道寒芒落在泥潭表面 接着 一座冰雕浮现 柳无邪又脚踩在冰雕上 一个凌空盘射 泥潭上面出现一道道奇怪的波纹 那些跃出来的毒蛇 直接被震死 这使人群惊呆了 这还没有结束 柳无邪身体借助力量之后 不断拔高 类似踢云纵一类的身法 需要极强的真气支撑 搜掠上来之后 柳无邪化为一道强光 追上逃兵的步伐 这是青红掠影 好快的速度 会场像是炸锅了一样 都以为柳无邪必死无疑 关键时刻 他释放出一缕寒芒 形成一座冰雕 成为新的落脚点 不跌落泥潭 就不算失败 恐怖的杀意 以柳无邪为中心 刺意的冲击四面八方 逃兵已经跃出去一百多米 柳无邪想要追上去 难度极大 最可恨他没走一步 毁灭了身后的独人庄 柳无邪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 完全是凭靠一口真气凌空虚度 这小子疯了吗 难道要打算借助真气 凌空飞行一百米 天字号学员站起来 先天静别说凌空虚度 能在空中稳定三个呼吸 以示极限 柳无邪已经横跨十米距离 身体依旧没有着力点 还在空中穿梭 大量导师站起来 他们也不清楚 柳无邪是如何做到的 这不仅是身法强大这么简单 这小子身上秘密还真是多 精明导师凑在一起 凌空虚度几十米 他们都能做到 连续滑行一百米 除非是从高处往下滑 还有一线机会 这种平行移动 想要凌空穿梭一百米 难于登天 速度越来越快 柳无邪杀心大起 今日不杀逃兵 绝不罢休 逃兵回头看了一眼 险些吓得亡魂大帽 加快了速度 身后的独人装不断炸开 高级七班学员心都揪起来 恨不能替柳无邪使一把劲 电闪流星 柳无邪已经跃出去三十米之遥 依旧没有下降的趋势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他不过小小的先天静 怎么能凌空虚度三十多米 却品质站起来 脸上充满着愤怒 不论是先天静 洗灵静 洗水静 都理解不了 事实就是如此 柳无邪像是一只 翱翔在空中的苍鹰 双手犹如双翅 双脚连点 虚空上出现 道道波纹 像是行走在水面上 能将真气操控到这种程度 只有明星导师才能做到吧 一名一级导师脸上堆满了不敢置信 他们都低估了柳无邪 这小子要是活下来 真是了不得啊 难怪打出九星药日 这份真气纯度 帝国学院同辈之中 几乎无敌 柳无邪的真气 是常人九辈之多 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太荒丹田的真气 可只是常人九辈 九十辈都有可能 逃兵 你逃不掉的 柳无邪身体再次加速 这才是真正的身轻如燕 逃兵的身法 充其量像是一只笨鸟 那些炸裂的毒人装 还没彻底倒下 柳无邪借力之后 身体弹射出去 如同一道流星 跟逃兵的间距 还有二十米 距离终点越来越近 只要逃兵先过终点 输得依旧是柳无邪 柳无邪 有本事追上我在说 逃兵豁出去了 右手连番舞动 又是一枚枚暗标出现 直逼柳无邪的面门 过错 无耻许多学员站起来支持柳无邪 他们跟柳无邪无冤无仇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好好一场比斗 演变成这样 柳无邪按照规矩 没有使用武技 没有使用刀法 平靠身法碾压逃兵 我想杀的人 没有人可以躲得掉 今晚就从你开始吧 柳无邪声音很大 响彻整个会场 他就是想要让薛家的人知道 今晚来一个他杀一个 话音一落 柳无邪消失在原地 谁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消失的 犹如七星连珠 柳无邪整整跨出七步 拉近了两人差距 逃兵已经看到了终点 随脚露出一丝笑意 再有两个呼吸时间 他就安全了 就在这一刻 一股强烈的危机靠近 转过脑袋看向身后 吓得一声惊叫 第155章山河剑法 七道人影在空中突然合在一起 柳无邪诡异地出现在陶文兵身后 啊 陶文兵发出一声惊叫 相隔一百多米 柳无邪是怎么追上来的 还没有目装的情况下 超出他的理解 上次跟一尊喜临近比较力 他略胜对手 他的轻弓身法 足以傲视同辈 但是这一刻 柳无邪的身法 像是一道无情的耳光 打在了他的脸上 快 太快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人群传来阵阵惊呼声 被柳无邪的手段惊呆了 高级六班学员一脸惊骇 嘴巴张得老大 像是吃下去一口狗屎 表情难看至极 解释不清楚 他们也看不懂 柳无邪的七星步伐 早已修炼到完美境界 小小的玄间武器 也敢在他面前摆弄 距离终点 只有时不知遥 柳无邪拦住了陶文兵的去路 身后没有了退路 所有的独人装全部被陶文兵毁灭 前面的去路又被柳无邪堵死 前无去路 后退无门 陶文兵陷入尴尬境地 一脸仓皇失措 这些木装还是他亲手毁灭 你的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 深吸一口气 陶文兵知道 接下来将要面对柳无邪的狂风奏语 发出一声苦笑 每个人都想知道 尤其最后七星连珠 虚空幻化出七道人影 这种身法 早就超出大家的理解 你们猜 柳无邪修炼的身法 是不是达到了地级 天下五级跟功法 分为天地玄黄 黄阶最低 天阶最高 市面上大部分人修炼都是玄阶跟黄阶 帝国学院地阶功法不是没有 都是残缺的 很少找到完整的地阶法诀 至于地阶五级 要比地阶功法还要稀少 只有那些超级大宗门 才能找到完整版的地阶五级 柳无邪出生苍蓝城 不可能接触到那些超级大宗门 他是如何修炼出如此精妙的身法 麒麟雪也是一头雾水 几个月不见 他已经看不懂柳无邪了 这套身法我一定要拿到 薛瑞英狠地说道 无论如何 也要拿到这套身法武技 这样他的战斗力将直逼高级洗灵境 各怀鬼胎 想要得到柳无邪身法武技的学员 何止薛瑞一人 每个人看向柳无邪 像是看一尊猎物 恨不能现在就冲上去 抢夺他身上的身法武技 面对陶文斌的问话 柳无邪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此人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 脚步一晃 身体腾空而起 又是一道道残影 速度要比陶文斌快十倍不止 陶文斌想要做出反应 已经来不及了 身体站在木桩上 一动不动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他牢牢地锁在原地 无法动弹 砰 残影合并 一脚狠狠地揣在陶文斌的胸口上 身体各部位传来骨头的碎裂声 尖血染红了苍穹 身体倒飞出去 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足足飞了几十米距离 这才下坠 最后一百米 地面上不是泥潭 而是毒刺 扑扑扑 落地的那一刻 一尺多高的毒刺 刺穿了陶文斌的身体 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一口鲜血溢出 脑袋一歪 彻底气绝 杀死陶文斌 柳无邪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身体几个跳跃 从终点走出来 身法比拼 柳无邪完胜 站在平台上目光环顾一圈 很快落在薛家区域 凌厉的眼神定格在薛玉脸上 随即伸出右手 做出一个极度挑衅的动作 今晚已经不死不休 没有必要再客气 抹脖子的动作 每个人都看清了 这小子疯了吗 一人挑衅薛家所有人 陈乐瑶惊呆了 他再三提醒柳无邪 今晚一定要小心一点 这下子好了 这个动作无异于捅了马蜂窝 薛家那边炸开了锅 徐灵雪小手突然捂住小嘴 他早就知道徐家跟薛家的恩怨 徐一灵前些日子 已经派人送来书信 许多事情隐瞒了下来 例如柳无邪斩杀洗水镜 气死我了 我要他死 薛玉站起来 狠狠地挥舞一下手臂 发泄心中的怒火 薛家这尊庞然大悟 今天遭到小小的蝼蚁挑衅 不做出反击 会成为无法抹去的污点 以后没脸在帝都成立足 他们在帝国学院布置这么久的根基 也会遭到动摇 李生生等人一脸猛逼 发生什么了 柳师帝朝学家的人抹脖子 这种动作只有生死仇家才会这么做 左红坐在人群中 满脸苦涩 无法表达此刻的心情 柳兄还是那么豪气甘云 狂喝道不这么认为 做人就应该敢爱敢恨 男子汉大丈夫 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过了今天 柳无邪算是彻底扬名了 就让我上去杀了他 缺品之人不下去了 前些日子顺利突破喜灵进二重 出手对付柳无邪 应该绰绰有余 正要出手 一道人影抢先一步 落在擂台上 柳兄 学院考核的时候 你拿到了第一名 我仰慕已久 借助今天这次机会 还请柳兄不吝赐教 白宇落在擂台上 狂暴的喜灵进一重碾压出去 声音不大 却能让每个人听得一惊二楚 缺家还没人站出来 他先蹦出来了 目光朝擂台看去 他跟白宇之间 没有太多恩怨 只因为他拒绝让出冠军之位 仅此而已 就要诛杀自己 你想杀我 柳无邪冰冷的问道 喜灵进让先天静不吝赐教 开什么玩笑 除了想要杀他 没有其他借口 你这样认为也可以 公然承认 他想要杀死柳无邪 让很多人一头雾水 今天怎么了 所有的矛盾 都冲着柳无邪一个人去了 我接受你的挑战 挑战就挑战 白宇非要说成次教 柳无邪直接点破 一步步朝内台走去 每走一步 杀意就会凝聚几分 令人窒息的杀意 形成一股阴晕 盘踞在柳无邪头顶上 迟迟无法散去 这小子好可怕 杀了多少人 才会凝聚如此恐怖的杀意 一些老人满脸心有余计 他们也杀过人 跟柳无邪相比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这种杀意 绝非是杀几个人 就能凝聚出来 只有踩着湿山雪海 无数白骨 才能领悟这种意境 白宇首先在出汗 他没有跟柳无邪交过战 两人之间虽有接触 都是言语上的交流 柳师弟会是他的对手吗 李生生相信柳无邪的实力 一般喜临近不是他的对手 白宇既然敢挑战 一定有过人的本领 放心吧 这个白宇死定了 五道交战 宋灵反而一点不担心 大大咧咧坐下来 拿起准备好的酒肉 跟其他师兄一起对应起来 其他师兄弟 对柳无邪不甚了解 还不知道他的真实实力 宋灵虽然这么说 脸上还是不自觉流露出一丝担忧 一百多米距离 柳无邪走了两分钟 终于站在擂台上 两人相隔十米距离 分站擂台两侧 冷风吹过 聊起两人的发思 还有几个时辰 就是新的一年了 请 白宇做出一个请的姿势 手中长剑缓缓出窍 你只有一次机会 使出你的杀手锏吧 柳无邪不愿意恋战 打算一招致命 这种垃圾 他提不起兴趣 要杀就杀薛瑞这种角色 话音一落 传来无数怒吼声 小子 你太狂妄了吧 一尊青年站起来 指责柳无邪 尖天对战喜临静 让喜临静全力出手 只有一次机会 只有柳无邪才敢这么说吧 引来很多人不满 太狂了 不给点颜色 让这个小子瞧瞧 真以为我们这些学员 好欺负不成 白琼在学院很有地位 地榜高手 这几年笼络很多人 纷纷站起来 讨伐柳无邪 跟学家交好的学员 高级六班 高级三班 天才班全部冒出来 各种恶毒的言语 铺天盖地 恨不能用口水 将柳无邪淹死 这小子很狂 我喜欢 支持柳无邪有之 喜欢的有之 这种狂霸的性格 引来很多人尊重 敌人都想要杀你了 凭什么还要好言相语 柳无邪没有冷血相待 已经给足了对手尊严 换成学家的人 他早就一刀斩杀 很好 既然如此 我就成全你 白宇反而笑了 双手突然握住剑柄 一股淡淡的波纹 在他周围酝酿 常见一点点聊起 强横的剑木 遮挡住了半天苍穹 这是山河剑法 人群传来一阵惊呼 没想到白宇修炼了 玄间五级山河剑法 这套剑法等级非常之高 极难修炼 没有十年八年 不可能修炼到大成竞 从白宇的剑势上来看 已经修炼到小成竞 他加入帝国学院 不过一个多月时间吧 一定是他大哥指点 我听说白琼也是修炼这套剑法 刚加入帝国学院 白琼花费了大量学分 替弟弟兑换了这套武技 兄弟两人一起修炼 在白琼的指点下 白宇突飞猛进 短短几日剑法就已入门 山河剑法 拥有山河之力 柳无邪危险了 如果先发制人 还有一线机会 大家不看好柳无邪了 让白宇先出手 还以最强招式 难道他不懂先发制人 这个道理吗 柳无邪嘴角浮现 一抹嘲弄的笑意 并不在意 短刀出现在手里 自古的寒芒 哭影忽现 还没来得及打造短刀 等聚会结束 将短刀打造成玄器 第156章玄器 剑气笼罩 犹如江河湖海 笼罩整个擂台 山河剑法 可以调动山河之力 同样是玄间武器 山河剑法 绝对是顶尖的存在 有点意思 柳无邪嘴角浮现 一抹笑意 这样才有意思 如果对手太弱 杀了他反而玷污了 自己的手 剑势已成 白宇双手猛然斩下 空间传来一阵气暴声 周围的空气 经过剑气的压缩 犹如炮竹一般 噼里啪啦之响 炮墙的剑法 靠得近的学员 纷纷站起来 眼睛不敢眨一下 以免错过这种交战 恐怖的气浪 卷起了地面上的碎石 像是钢铁洪流 这是白宇最巅峰一剑 没有藏桌 底牌进出 无尽的真气 演变成一座球龙 柳无邪已经没有闪避的空间 轰轰轰 雷鸣闪烁 擂台周边传来无数裂纹 一块快青石炸开 承受不住翻滚的热浪 柳无邪站在擂台边缘 随时都能被吞噬进去 剑法斩下的那一刻 白琼松开双拳 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没有人能在这一剑活下来 除非是喜临近二重 强 太强了 已经看不清战斗区域了 靠得近的学员使劲的揉了揉眼睛 擂台中间区域 早已被黑色乌云覆盖 剑气演化成一座山峰 可不得剑木 撕开擂台一角 在柳无邪身边炸开 碎石乱飞 这小子干什么 为何还不反击 逼近的剑木 再不反击 柳无邪只能等死 越来越近 身体已经摇摇欲坠 随时都能被剑木吞下去 没有人知道柳无邪的想法 双眼一眨不眨 盯着擂台上的每一个变化 柳无邪 死吧 白羽的身体突然从黑幕之中钻出来 手中常见锁定了柳无邪的脖子 发出一声名笑 十米距离 眨眼即到 常见在柳无邪的瞳孔之中 越来越大 刺骨的寒气 撕开了柳无邪一角 杀我 就凭你 一声轻笑 手中短刀突然举起 谁也没有看清 柳无邪是如何出刀的 应该说柳无邪没有出刀 却又出刀了 因为他的刀法 已经达到一种高深莫测的程度 每一次短刀聊下的诡计 无从琢磨 出刀的那一刻 周围的剑气 瞬间四分五裂 惨遭无情的毁灭 这 站在擂台周边的那些学员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如此恐怖的剑气 竟然不堪一击 刀翼 这是刀翼 令人窒息的刀翼 席卷苍穹 以催枯拉朽的方式 粉碎了所有的攻击 如此年轻领悟刀翼 每个人脸上充满着金句 炼丹天才 武道天才 身法天才 如此多的天赋汇聚在一人身上 每个人心灵 承受极大的打击 他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柳无邪的实力 已经达到无刀上有刀的境界 白羽下的脸色骤变 想要撤招已经来不及了 浓郁的刀翼 锁住他的身体 像是一把无情的冰封 挂在他的脑门顶上 随时都能斩下 黑云散去 擂台上的轰鸣声不断削弱 柳无邪的刀法 就像是一股狂风 吹散了乌云 还一片朗朗晴空 不要杀我 白羽害怕了 手中长剑突然跌落在地面上 山河剑法来得快 去得更快 千分之一刹那 短刀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 咔嚓 硕大的头颅飞起来 鲜血染红了苍穹 时间在这一刻 陷入了静止 每个人忘记了呼吸 忘记了说话 默默地看着空旷的擂台 柳无邪已经离开了 留下白羽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身体站在擂台中央 脑袋飞到擂台一侧 相互守望 一刀 仅仅一刀 斩杀喜灵进一重 轻松直接 好可怕的刀法 足足等了三个呼吸时间 众人这才恢复过来 一阵阵到稀凉气的声音 想彻夜空 每个人看向柳无邪的眼神都变了 充满敬畏 还有恐惧 瞿灵雪美目中闪过一丝惊喜 那个人不是废物 要比所有人都要强 柳无邪 你给我站住 一道冷喝声打断了柳无邪 刚下擂台不久 朝七班区域走去 被人叫住了 缓缓转过身子 一道人影从玄字号区域掠下来 直奔另外一座擂台 薛品之 你终于舍得现身了 学院考核的时候 薛品之多次刁难 险些死于他手里 这个仇一直压抑在柳无邪心底 今天终于有机会了 他还没主动挑战薛家 薛品之主动站出来 省去自己的麻烦 柳无邪 你一直想要杀我 我也一直想要杀你 今天就做一个了断吧 大家心照不宣 迫不及待想要杀死对方 这一次大家出奇的平静 没有人嘲讽柳无邪 能一刀斩杀喜临静 足以引起大家对他的尊重 好 一个字代表柳无邪此刻心境 唯有杀意一出 平淡的可怕 一步步走向擂台 白羽的尸体 被白穷抱下去 临别之际 双眼心红 恨不能立即冲上擂台 斩杀柳无邪 薛品之抢先一步 抢在他前面 总不能上去撵走薛品之 两人走上擂台 眼神中的杀意越来越浓 薛品之手中出现一把长剑 拳气 长剑出现的那一刻 四方传来阵阵惊呼 他小小的喜临静 哪里来的旋气 只有高级喜临静 才有资格打造 还有一种可能 他花费大量的学分 请求学院练气大师帮他打造 柳无邪眉头一皱 他碰到过灵气 还是第一次跟旋气交战 手中短刀等级明显不够 贸然跟旋气碰撞 短刀一定会四分五裂 这把短刀跟他已经有几月有余 产生了一丝感情 杀死白羽的那一刻 薛品之害怕了 当薛瑞愿意将旋气借给他的时候 胆子又大起来 旋气有股天然的威压 不论柳无邪武技多么厉害 利用旋气压制 他的胜算很大 旋气是借的吧 薛品之什么货色 柳无邪心知肚明 薛家一名旁之弟子而已 以他的条件 根本买不起旋气 一句话点破 薛品之脸色一红 哼 就算世界的又如何 能杀你就行 薛品之早就领教过柳无邪的口舌 不愿意跟他废话下去 举其手中常见 轻轻一画 空气传来一阵波动 不愧是旋气 加持真气是灵气十几倍 同等情况下 拥有旋气 薛品之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他的境界又是喜临近二重 高出白雨 很多人暗中猜测柳无邪能坚持几招不败 刺骨的寒风 吹过擂台 吹得两人一袍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这一次柳无邪没有冲出短刀 出剑吧 冰冷的三个字 让薛品之可以出剑了 打算赤手空拳接下他的招式 拿出你的兵器 我不杀手无寸铁之人 薛品之让柳无邪拿出兵器 嘴角浮现一抹嘲弄的笑意 见光泵射 见气闪烁 每一次见盲吞吐 周边的空气就会炸开 杀你 无需兵器 柳无邪摇了摇头 杀人 未必需要兵器 摘花可以杀人 飞夜也可以杀人 既然如此 我就成全你 薛品之求之不得 身体弹射而起 手中常见凌空斩下 可不得气浪 卷起一阵狂风 全气释放出滔天神威 漫天之上 被剑气包裹 柳无邪必无可避 一招锁死了柳无邪所有退路 没有兵器防御 靠斥手空拳打败薛品之 并不容易 瞿灵雪秀眉紧促 有些坐立不安 瞿师妹在担心她吗 如果需要 我倒是可以化解 他们之间的恩怨 王燕龙突然说了一句 眼角闪过一丝笑意 瞿灵雪收回目光 看向王燕龙 多谢王师兄的好意 我了解她的性格 她的事情 绝不允许其他人插手 以她对柳无邪的了解 这时候出面阻止 反而更让柳无邪生气 最重要 徐灵雪不想跟王燕龙走得太近 柳无邪心比天高 要知道自己的妻子 哀求他人 来保全自己 还不如直接杀了他 自大婚之后 柳无邪变了 再也不是那个懦弱的废物 至我多虑了 以柳兄的本事 这种小人物自然不放在眼里 王燕龙眼眸深处 闪过一丝凌厉的杀气 擂台战斗正憨 高级七班每个人无心交谈 都撑掌了脖子 注视场上每一个变化 你们别看了 这小子必死无疑 高级六班发出挑衅声 只要柳无邪一死 他们就会一拥而上 夺回自己的领地 再废掉七班这些人 你们等着看吧 一会就知道 柳大哥多么强大 宗林手里拿着一个大鸡腿 满嘴的油腻 苍蓝成 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柳大哥 斩杀万荣哲跟田齐沙 从其他人口中 早就得到答案 起临近九重都不是柳大哥对手 何况是这种垃圾 此道临头还嘴硬 唯有理会松林 目光回到战场上 剑气纵横 形成一道道条纹 像是密密麻麻的蜘蛛网 笼罩而下 拳气果然不同 加持真气后 威力提升好几倍 柳无邪 瘦死吧 却品之一声力笑 身体飞扑而下 玄气撕开一条真空通道 剑芒落在柳无邪面前 灵力的剑气 形成一道道剑雨 洒落在地面上 发出痴痴声 你太弱了 玄气到你手里 发挥不出其十分之一力量 脚踩七星 身体消失在原地 右手突然举起 直奔薛品之的脖子 第157章接连斩杀 整个擂台早已被玄气 法则压制 先天竟想要突围出去 难于登天 柳无邪却如同无人之境 轻松撕开玄气产生的气流 身体穿梭空气 产生一股强横的气浪 右手突然举起 这一幕 惊害了无数人 好强的肉身 已经不弱于高级洗灵境了 无视玄气的压制 只有足够强大的肉身 才能做到 柳无邪吞服了炼骨丹 炼髓丹 炼魂丹 体内充斥暴力的力量 一直没有机会宣泄 刚才战斗 连十分之一的力量都没动用 每个人看向柳无邪的眼神 充满着金句 这不是人 普通人的肉身 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却品质一时倒不妙 手中玄气长剑陡然翻转 朝柳无邪拦腰斩来 不愧是老牌学员 变招之快 应变能力非常的强 你太弱了 右手穿过层层剑木 出现在薛品质的脖子边缘 嘎 也就那么一瞬间的功夫 四周滚滚气浪消失 薛品质的脖子被人捏住 像是公压临死前发出的嘶哑声 右手举起 薛品质双脚离地 被柳无邪直接提起来 双肩搭拉 手中常见 光当一声掉落在地面上 身体中的真气 早已被柳无邪封锁 此刻跟一个废人一般 不费吹灰之力 拥有玄气加持 依旧不是柳无邪对手 双腿在空中乱颤 想要说话 却一个自吐不出来 薛品质脸色越来越红 浓烈地窒息息来 却略眼神阴冷地可怕 一招而已 薛品质就败了 这小子的实力 已经不能用常理来衡量了 今天你可以死了 手掌突然用力 薛品质的脑袋一歪 柳无邪连说话的机会 都不给他 杀法果断 既然是死敌 何必多浪费一具口舌 杀了便是 手掌用力 薛品质的身体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擂台一角 身体一动不动 眼珠子暴突 临死之前承受极大的恐惧 杀了薛品质 目光朝薛家看过去 足足对视了三分钟左右 薛家没有一人敢 正视柳无邪的双眼 纷纷低下头 会场出奇的平静 先天静杀死喜灵静 如此简单 洗水静导师都看不懂了 柳无邪正要走下擂台 又是一道 人影缓缓出现 恐怖的杀意 犹如洪水一般 笼罩整个擂台 柳无邪 我要你死 白琼安排好了 弟弟尸体后 第一时间赶回来 看都没看薛品质 尸体一眼仇恨充斥他的胸腔 今日不杀柳无邪 视不为人 彼此彼此 柳无邪脸上平静的可怕 没有杀人后的紧张 也没有杀人后的兴奋 仿佛做了一件极其平常之事 这样人才是最可怕的 仿佛没有任何事情 引起柳无邪的重视 右脚一踢 地面上的玄器飞出去 直接落在李生生面前 李师兄 这把玄器就当是还你50学分 里面的印记我已经抹除 还欠李生生50学分 一直没有机会还 这把玄器就当是送给他了 他身上100学分还有大用 多谢师弟 李生生如获至宝 赶紧收起来 一把玄器的价值 远远高出50学分 500学分还差不多 他赚大了 这种垃圾玄器 柳无邪看不上眼 既然要打造 他一定要打造出来一把真正玄器 拥有玄性 全知又玄 才是玄器 无数人投过来羡慕的眼神 一把玄器就这样送人了 缺瑞紧紧地咬住牙关 这把玄器可是他花费了无数资源 才打造而成 竟然送给了李生生 缺瑞 我知道你不甘心 等我杀了他 就轮到你上场了 没有理会白穷无穷的杀意 目光直刺薛家 你活过这一场 才有资格挑战我 缺瑞眼眸深处闪过一丝杀机 等他先活下来再说吧 这才转过身子 朝白穷看去 一招出手吧 柳无邪迫不及待斩杀薛家的人 不想跟白穷过多消耗 一招解决他 这一次没有人嘲笑柳无邪 也没有人骂他狂妄 前面三个对手 全部被柳无邪一招灭掉 逃兵死了 白羽死了 薛品之死了 白穷虽然是喜宁静三重 真的有胜算吗 没有人知道 目前为止 还没看到柳无邪动用大招 都是一招击杀对手 白穷可是地榜排名第九的高手 谁胜谁负还真的不好说 下方议论开来 前面三个对手 不能作为参考依据 逃兵不说 先天静而已 仗着身法厉害 白羽是新加入学员 底蕴太浅了 仗着一门山河剑法 以为就能斩杀对手 缺品质也差不多 仗着玄器的威力 结果被柳无邪直接捏死 论真实本领 三人都有所欠缺 白穷则不同 他是老牌学员 实力绝对强大 万成是他 前面三人他也能做到一招秒杀 这小子诡异得很 身法厉害 肉身强大 真气远超常人 这一战白穷的胜算真不大 有人看出门道 摩拳擦掌 非常的兴奋 迫不及待想要一睹为快 宗师弟 你来说说 这一战柳师弟胜算如何 前面几战 松林一点不担心 每次都被他料中 这一次王永浩等人纷纷围上来 朝松林问道 一招 他就会死在柳大哥手里 这些日子 松林的体型有追赶李生生的趋势 这法天赋在柳无邪的指导下 突飞猛进 在七般很受欢迎 听到松林这个回答 大家都放心了 静等大战开始 白穷恼怒无比 柳无邪竟然要一招杀了他 手中长剑猛然出窍 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靠的是真实本领 一步步爬上地榜第九名 我会用你的人头 来祭奠我死去的弟弟 话音当落下 白穷消失在原地 手中长剑猛然斩下 山河剑法的招式 要比白羽强横数百倍 两者不是一个等级 他已经将山河剑法 修炼到大成竞 如果你不来找我 还能多活一段时间 真以为上次食堂风波 我怕了你不成 你应该感谢左红兄 是他让你多活了一个月 柳无邪比宜的说了一句 坐在远处的左红 一脸哭笑不得 随即摇了摇头 上次食堂辱骂白穷是白痴 此事早已传遍学院 白穷记恨在心 这才让白羽上台挑战柳无邪 谁曾想到 白羽连一招都接不住 直接被杀死 我要把你碎失万段 提及当日的事情 白穷脸上表情扭曲 像是一头暴怒的公牛 恐怖的山河之力 倾泻而下 这小子是不是脑袋有病 激怒后施展山河剑法 威力只会大增 才能真正发挥山河之力 精明高级班学员站起来 认为柳无邪脑袋不正常 这时候激怒白穷 太不理智 他们却不知道 人在暴怒的时候 才会容易暴露弊端 剑气形成两股不同的气流 分散两侧 如同山河从中劈开 柳无邪站在山河之中 令人窒息的力量 猛然砸下 山河日月 最强一招 白穷没有藏桌 巅峰一剑 丹田中的真气 尽数涌入剑招 规矩成惊天剑痕 交织成密密麻麻的网状 没有人能在这一招活下来 起码在场喜临近三重 没有这个本事 天地无光 周围陷入一片黑暗 柳无邪处于风暴中心 快要被卷入进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外人已经看不清内台情况 剑气形成的风浪 发出骇然的声音 如同脸兽咆哮 涌向思念八方 可怕的涟漪 犹如一道道冲击波 震得擂台上的侵蚀 不断炸裂 好强 太强了 下方那些学员看呆了 这一招的力量超出他们的理解 这小子终于要死了 高级六班的学员又蹦出来了 高声欢呼 庆祝柳无邪死亡 大部分人保持坚默 战斗不到最后一刻 谁生谁死 真的不一定 这种妖孽 无法用常理来形容 一定有自保的手段 曲灵雪端座上方 从柳无邪出现到现在 一直心不在焉 他是院长弟子 单独划分一片区域 常人很难注意到这边 黑暗越来越浓 整个擂台陷入无边无际的黑色世界 如同一条滔天大河 在黑暗之中奔腾 柳无邪就是大河中的一块石头 遭到大浪冲击 柳无邪 你可以死了 白琼双手压下 更加可怕的力量 幻化出一枚梅箭矢 冲向柳无邪 就凭你也想杀我 让你领教一下我的刀法 柳无邪的声音 从黑暗当中传出 面对山河之力的碾压 竟然没事 刚才嘲讽柳无邪即将死去的那些人 满脸不敢置信 这样都不死 或人之间 一道白色缝隙 撕开了黑色牢笼 乍一看去 竟然是一道不起眼的刀器 随即 刀翼满天 撕开了黑色世界 迎接了光明 满天被刀翼覆盖 金天刀钢 凌空斩下 欲要将整片天空撕开 空气在急速压缩 产生的气流 形成一股风暴 不断地旋转 竟然拖起了柳无邪的身体 一点点上升 犹如一尊神之 神圣不可侵犯 周身上下 覆盖一层淡淡的金光 神低降临 必定受万千膜拜 许多人心声鼎礼膜拜之心 有跪下的冲动 怎么回事 我的内心不受控制 那些低级学员忍住下跪的冲动 只有洗水镜才能勉强抵挡 柳无邪释放了一丝先帝气息 仅仅是一缕气息 岂是凡人所能承受 第158章琴术 凌空傲力 脚底下的气旋不断上升 拖住柳无邪的身体 周身释放出淡淡的金色光泽 如同神低降临 刚才那一刻 一丝先帝一指一出 柳无邪也没想到 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手中短刀怒斩而下 撕开了气流 以一股无痞的力量 碾压而至 不好 白琼一时到了不妙 竟然丢掉长剑 朝擂台下方跃去 他还不想死 太晚了 刀钢如同雷电一般 千分之一刹那 白琼的身体一分为二 被一刀劈开 事情远远没有停止 刀钢撕开白琼的身体后 落在了擂台上 轰某 整个擂台四分五裂 直接被刀钢炸开 无数侵蚀四下飞剑 靠得近的那些学员就遭罪了 啊啊啊 几百名学员发出痛苦的哀嚎 张氏严重的直接被巨石碾碎四肢 躺在地面上等待救治 张氏轻微的也不好受 碎石划开了他们的身体 白琼的身体 早就化为鸡粉 被其狼淹没 消失得无影无踪 柳无邪身体轻轻的落在擂台废墟上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眼眸深处流露出一抹骇然 他还是低估了自己的实力 七收炼骨丹 炼水丹之后 肉身的力量 第一次完美地释放出来 结果倒好 造成这样的轰动 一刀劈开擂台 他不是人 他一定是魔鬼 台上许多导师 流露出浓浓的惊骇 一处很小的角落 站着两名老者 眼底深处散发出无尽的杀气 没想到短短一个月 竟然成长到这重地步 绝不允许你继续成长下去 我要你死 老者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段话 范野萍 就是这小子害得你变成了杂役长老 另外一名老者 一脸怪异之色 朝范野萍问道 没错 我贬为杂役长老 都是拜这个小子所赐 范野萍双拳紧捏 恨不能现在就杀出去 心中像是一团火焰在燃烧 就怕他活不过今晚了 薛家已经布置了天罗地网 今晚他必死无疑 两人说完 进入黑暗之中 又是一招 难道真的需要高级喜临近 才能将他击败吗 薛家没有继续派人出战 众人目光朝薛锐看过去 当才他可是放下狠话 只要柳无邪活过这一场 才会出手 白琼已经死了 薛锐迟迟没有现身 难道他害怕了 薛家 这就是你们的阴谋吗 别让我瞧不起你们 柳无邪站在废墟上 目光扫过薛家区域 接近百名薛家弟子 蹭了一声站起来 美人脸上充满愤怒 今晚注定是不眠不夜 血腥之气弥漫天空 柳无邪 你休要狂妄 我喜临近四重 五道比拼 会落下我以大欺小的名声 今天我跟你比拼琴术 你可敢赌一场 谁输谁死 薛家奔出来一人 并不是薛锐 要跟柳无邪比拼琴术 天地万数皆为道 武道 丹道 化道 福道 秦道等等 义武入道 以书入道 以秦入道 都称之为道法 道法自然 大道以其自身为原则 意思天地万物都有其运行准则 是薛兰 听说她的琴术极其厉害 修炼一门琴技 凭靠这套琴技 诛杀不少人 早已达到杀人于无形当中 人群传来一阵惊呼 薛兰厉害的不是她的武道 而是她的琴术 主动提出要跟柳无邪比拼琴术 还真是卑鄙无耻 化师不知化境 以化杀人 阵法师以阵杀人 灵符师以伏杀人 强大的琴师 每一个阴符 都是致命的乐章 卑鄙 薛家太卑鄙了 以己知长功比知短 这种做法都能使出 李生生站出来 辱骂薛家卑鄙无耻 利用自己的长处 来攻击对手的短处 柳无邪的胜算 微乎其微 就算她天赋其高 单道武道及其妖孽 不可能样样精通 琴道跟武道还不一样 需要日积月累 不断地去领悟 才能达到情因合一的状态 为了今晚杀死柳无邪 薛家已经谋划了很久 不杀柳无邪 薛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薛家想要杀死柳无邪 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连杀四人 打得薛家一个措手不及 准备的手段 一一被柳无邪破解 曲灵雪很焦急 站起身子 一脸不知所措 苍丸城懂得琴术的人不多 柳无邪从小就讨厌英律 让他比拼琴术 肯定输得很惨 薛家下了战术 柳无邪接 还是不接 如果不接 代表他害怕了 以后见到薛家 都要绕道行驶 接下 能否以琴术赢下薛兰 谁也不知道 薛兰一脸冷笑看着柳无邪 抛下一个大难题 也不着急 静静地等着柳无邪回答 柳师弟 不要中了薛家的圈套 喜灵静四重挑战 你可以拒绝 这已经是一场不公平的决斗 高级七班的学员全部站起来 让柳无邪三思 千万不要中计 这一次连松林都不例外 如果是五道比拼 松林绝对不会阻止 琴道较量不一样 他也不了解 柳大哥情术如何 金剑峰睡已全无 坐起身子 眯着眼睛 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浓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连连灌酒 一大壶酒很快见底 拿起学员的酒 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口 其他导师阻止学员交战 他倒好 唯有阻止的意思 金导师 求求你赶紧制止他们吧 王永浩站在金剑峰面前 祈求他阻止事态继续发展 只有他才有资格阻止学家 每个人一脸稀奇地看着金剑峰 他未必会败 金剑峰摆了白手 让他们不要废话 继续看下去便是 柳无邪真有危险 他再出手也不迟 柳无邪 你要是害怕了 只要当众承认 你不如我们薛家 从此以后 我们薛家出现的地方 你必须躲着走 却栏发出一阵冷笑 刺耳的声音 响彻每一个角落 嚣张霸道 不论柳无邪怎么选择 都逃不掉薛家的陷阱 每一个步骤 计算得天衣无缝 换成常人 第一关比拼身法 早就死在独人装 柳无邪凭靠一己之力 一步步粉碎薛家的阴谋诡计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的痴魅王良都无所遁形 我接受你的挑战 柳无邪一脸平静 连规则都懒得提 他的目标很简单 杀光薛家的人 转快 我们就以琴树比拼 我们各自弹奏一曲 谁的曲目更高 则为胜者 你看如何 薛兰站出来 满脸兴奋之色 帝国学院论琴树之道 能胜过他的人寥寥无几 这一战他赢定了 开始吧 柳无邪懒得跟他啰嗦 事已可以开始了 谁输谁死 又是一场生死较量 薛瑞交代了几句 薛兰身体一晃 奔向另外一座擂台 已经有人安排好了桌椅 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把古琴 放在桌子上 众位 去年我从一座古墓之中 机缘巧合得到一本古谱 名叫春风秋雨 今天我就献丑了 招中围抱了抱拳 薛兰坐下来 双手抚琴 一个个清脆的音符传递出去 音符响起的那一刻 每个人心脏跟着跳动一下 小小的琴音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不亚于舞蹈争气 节奏非常轻快 每一个音符极有规律 像是一阵清风 吹过众人的面颊 每一个人都沉醉在乐旅之中 好高的琴树造诣 连天字号区域 都传来赞叹声 薛兰的琴树 早就扬名帝国学院 能跟他比肩的并不多 这一战没有人看好柳无邪 包括一些导师 琴声突然放缓 犹如春风吹拂大地 这就是春风秋雨的厉害之处 可以演变天地万象 你们快看 起风了 琴声盘旋在上空 一阵阵微风吹过 如同女人的小手 轻轻抚摸她们的心灵 那种感觉无法言喻 每个人都沉醉在琴声当中 只有两个人 置身事外 柳无邪 徐灵雪 一个无动于衷 一个一脸担忧 闭上眼睛 仿若神游天外 周围的一切 被柳无邪屏蔽在外 沉寂在自己的世界里 妙啊 太美妙了 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美妙的音乐 无数学员陶醉其中 忘记了呼吸 忘记了身在何处 她们被薛兰的琴声 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一个由音符攻勒出来的曼妙世界 春风吹拂大地 秋雨袭来 众人睁开眼睛 不知不觉 天空下起了厉厉小雨 洒在她们身体上 感知不到一丝寒冷 薛兰的琴术 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了 可以改变天地规则 不愧是我们玄自好天才 帝国学院英才师教 不仅有正法班 也有琴术班级 练器班级 练丹班级等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每个人沉醉在乐章之中 甚至忘记了他们之间还有约斗 在场每个人的表情 薛锐尽收眼底 嘴角浮现一抹残酷的笑容 这一战 她们薛家赢定了 柳无邪一书 她们立即取她性命 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下 众人很不情愿地睁开眼睛 从陶醉当中退出来 一脸回味 好 太好了 这是我听过最美妙的曲子 无数人站起来鼓掌 没有私心 没有仇恨 她们敬佩的是薛兰 带来如此美妙的乐章 此周的掌声 已经给了薛家最好的答案 想要超越薛兰的琴术 必须要拿出更高的记忆才行 第159章十面埋伏 一曲中了 很多人还沉寂在那优美的屈声当中 却蓝站起来 朝四周鞠了一躬 感谢大家刚才送上的掌声 随即 目光看向柳无邪 眼神深处释放出浓浓的挑衅之色 柳无邪 到你了 冰冷地说到 她的曲子已经弹完 接下来该柳无邪上场了 如果不能引起在场共鸣 琴术比拼 她将完胜柳无邪 谁有古琴 借我一用 柳无邪身上并没有古琴 目光略过周围学员 打算借一把 哈哈哈哈 薛家弟子笑了 身上没有古琴 显然不懂琴术之道 这一关柳无邪输定了 一阵阵嘲笑声 从四面八方袭来 柳无邪 不懂月律就别逞强了 免得玷污了我们的耳朵 天才班 刘阔站出来 一脸嘲讽之色 她跟白琼关系不一般 白琼死了 对柳无邪涌出浓浓的恨意 赶紧认输吧 高级六班的学员 集体站起来 声音高抗 冰冷刺骨的讥讽声 传遍每一个角落 跟前面几场约斗相比 嘲讽声已经少了很多 柳公子 我身上有把古琴 如果你不嫌弃 可以先借你一用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过来 一名紫袍女子 犹如一只花蝶 穿过了人群 落在柳无邪面前 多谢颜姑娘 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代表无成恋丹师 颜如玉 上次缠成论丹 彼此之间不算陌生 颜如玉对琴数略懂一些 并不是很精通 当成一个爱好 喜欢带一把古琴在身上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颜如玉平常对待外人 一直冷冰冰的样子 对待柳无邪 却又是一副面孔 笑起来脸上露出两个小酒窝 这个时候 能站出来支持柳无邪 无异于公然跟薛家作对 在场拥有古琴的人不在少数 只有颜如玉一人站出来 帝都成五大家族 分别是薛家 李家 颜家 白家 秦家 颜家的地位 不在薛家之下 连有古琴 柳无邪纵然拥有天大的本事 也无济于事 一样输掉这场比斗 薛家等人恨得咬牙切齿 没想到颜如玉会站出来支持柳无邪 定不会辜负颜姑娘借琴 柳无邪没有离开 依然站在满地废墟的擂台上 坐在一块青石上 将古琴放至腿上 古琴上还散发出淡淡的忧香 这把琴一直是颜如玉随身佩戴 里面放置香囊 闻起来很是舒服 好琴 颜如玉离开后 柳无邪轻轻抚摸琴身 给出两个字评价 琴身用罕见的铁梨花木打造 琴弦用的是百年胶芒筋 瑞性十足 弹奏出来的音律清脆悠长 能加持音符的穿透力 相比之下 薛兰的古琴落入下诚 当然 最后还是凭靠琴数论胜负 而不是谁的古琴等级更高 古琴等级越高 弹奏出来的乐率更高 更准 更有张力 柳无邪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弹啊 迟迟没有动静 大家等的有些不耐烦了 让他赶紧弹奏 别耽误大家的时间 尤其是薛家 不断催促 用来扰乱柳无邪的心神 左红还有严如玉 他们都是一个班级 此刻坐在一起 每个人脸上露出期待之色 今天的荧幕让我想起了一首曲子 名叫十面埋伏 就送给大家吧 柳无邪双手放在琴上 话音一落 四方静下来 此情此景 薛家步步为营 布置了无数埋伏 等着柳无邪落网 这不就是十面埋伏吗 好一个十面埋伏 位台如战场 四面楚歌 还能从容不迫 这份心性跟定力 值得我们学习 左红站起来 突然鼓掌 琴声还未响起 送上自己的掌声 连嘲讽柳无邪的那些人 纷纷选择了闭嘴 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一己之力 挑战整个薛家 谁能做到 他们又有什么资格嘲笑 柳兄 我支持你 狂赫站起来 他欠柳无邪一个人情 跟左红一样 站起来支持柳无邪 支持柳无邪的人越来越多 一句十面埋伏 征服了很多人内心 面对薛家多多逼人 各种阴谋诡计 柳无邪还能站在这里 赢得很多人尊重 掌声持续了一分钟时间 这才缓缓停止 第一个音符 从柳无邪手中古琴传出去 枪 犹如金歌铁马 响起的那一刻 每个人心脏突然抽搐一下 好强的琴音 众人屏住了呼吸 以免错过了什么 薛兰还没走下擂台 目光静静地看着柳无邪 一个音符跟着一个音符飞出去 月律越来越高亢 心脏跳动的频率不断加速 像是一团热血在他们心里炸开 七里双风入夜听 星光万点月飞空 突然之间 柳无邪跟着吟唱起来 听着像是吟唱 其实是高吼 每一个字 仿佛充满一股魔力 响彻整个夜空 此刻正直风霜漫天 又是深夜 星光万点月飞空 对应此情此景 众人不自觉带入进去 我想哭 我好想哭 有人承受不住柳无邪那极具穿透力的琴音 想要放声大哭 谁没有经历过苦难 谁没经历过十面埋伏 谁没经历过欺辱 柳无邪的琴音 全失了一切 琴声把他们带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一个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世界 琴声飞扬 荡起回肠的歌曲 冲击他们的心灵 震撼他们的神魂 古琴吉咒金歌曲 天爱又多啤鼓声 又是两句出现 众人的情绪 再次变化 心中像是憋着一团火焰 再不宣泄出来 就要浴火俱焚了 琴声越来越急 传遍学院每一个角落 反真端座扑团上 悠扬的琴声穿过层层山脉 落入他的耳里 从修炼当中退出来 垂在弹琴 越来越多的老古董被惊醒 小小的一首曲子 竟然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白礼青坐在屋子里面 正要休息 被突如其来的琴音打断 目光看向演舞场 一个接着一个黑影 从洞府掠出 出现在演舞场 一些阴暗角落 默默地看着场中 那个少年 每一个音符 每一个节奏 每一个字 像是一把利剑 刺穿他们的心灵 是这个小字 白礼青目光一缩 柳无邪加入 帝国学院的消息 他早就知道 反正目光落在 柳无邪身上的时候 嘴角浮现 一抹怪异的笑容 十面埋伏求无邪 终绝百战霸王兵 柳无邪声音 透着一股凄凉 无尽的恶气 传遍每一个人心底 他们能感受到 柳无邪内心的愤怒 学家的挑衅 众人的嘲讽 一幕目浮现心头 如同仇恨的火焰 在他们心底燃烧 此刻 他们跟柳无邪站在一起 被秦升带入到 柳无邪的内心世界 许多女子在轻声的抽烟 他们同情柳无邪 对学家的恨意更浓了 连那些中立的学员 集体选择支持柳无邪 被完美的秦升征服了 曲灵雪双手捂住嘴巴 不敢置信的看着柳无邪 如此美妙的曲子 以前怎么没有听他谈及过 单凭这首曲目 足以扬名苍完成 亭州不渡于呼叹 声势人节死鬼雄 十面埋伏 秦升委婉 犹如鹰提哭泣 透着哀怨 还有对世间的无奈 对苍天的不公 演绎的淋漓极致 哭声越来越多 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 缺蓝的秦升 只能勾起大家的情绪 柳无邪的秦升 已经可以操控人的心神 让他们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可能是苍天都感受到 柳无邪内心的愤怒 天空突然飘起了片片雪花 每个人陶醉了 太渔乱是西英雄 苦于世间之极少 十面埋伏了世人 经验之作况是初 十面埋伏 一股寂寞情绪 弥漫苍穹 每个人都听到 琴声中那种幽寂 没有人理解柳无邪内心的世界 内心的寂寞 那种酸楚 汇聚成一股暖流 涌入他们的胸腔 眼泪不自觉地掉下来 乱是西英雄 世间之极少 曲灵雪在这一刻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 眼泪顺着他的眼角 不禁滑落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粉拳捏得紧紧的 这一切他完全不知情 没想到他过得这么苦 重生真武大陆 柳无邪心里有太多的话 想要跟人说 却又不知道跟谁说 他的遭遇说出去 一定认为他疯了 或者脑袋不正常 好伤胆的曲子 好霸道的曲子 反正暗暗说道 两种极致 曲子释放了内心愤怒 又极具冲击力 茫茫戈壁三千里 居日时灼地燃 却晕天地与穷偶遥想前年歌舞生平黄金居 柳无邪回想自己居住的穷偶格宇 曾手掌星辰 脚踩苍穹 何等的伟案 今日却遭犬期 每一个字 每一个音符 荡气回常 哪怕深陷淋雨 也不屈不挠 用自己的拳头 撕开一片世界 梦断柴桥辽火吹 太息于涅苦窘景 不进黄沙不进头 残兵败将无料已 清静再次变化 柳无邪想起了诸天大战 想起了被无数强者联手袭击 命丧断魂崖 沉寂 终为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柳无邪的琴声 在上空回荡 狂风吹沙漫天阳 忽闻伐哥战马金 大势已去江水尽 欲埋回谷吾则鱼 琴声忽隐忽现 时而断断续续 一带先帝 战死江场 大势已去江水尽 欲埋回谷吾则鱼 柳无邪沉寂在自己的世界里 忘记了比斗 忘记了约战 忘记了身在何处 只想宣泄此刻的情绪 江山交袖水利 男儿壮志心未愁 转念去十八轮回 谭笑间又跃和安 伐哥近战马鸣 将士随主去静 托帆驱留澳古静 最后一个滋落下的时候 琴声突然停止 一口浓浓的浊气 从柳无邪胸枪释放出去 压抑在心底的秘密 通过琴声得到了释放 第160章最后一站 心境打开 利用琴音宣泄了内心愤怒 念头通达 柳无邪感觉自己的神明 变得清晰了很多 随时都能迈入喜灵境 此刻不是突破的时候 等事情结束 立观几天 一举突破喜灵境 众人还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细细回味每一个音符的变化 越想越是震惊 每一个字节 每一个音律 仿佛金玉雕琢一般 缺蓝的琴声 只能感染大家的情绪 柳无邪的琴音 冲击他们的灵魂 震撼他们的心灵 两者早已不在一个层次 结束了吗 众人睁开眼睛 不愿意从这种状态中退出来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每个人脸上挂着泪痕 什么时候哭的他们都不知道 长上一片沉寂 没有人开口 啪啪啪 先是一个人鼓掌 接着是一群人掌声响彻整的天地 妙 太妙哉了 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的曲子 一名大汉站起来 抹去眼角的眼泪 使劲的鼓掌 手掌都拍肿了 感知不到一丝疼痛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来表达此刻内心的心情 严如玉站起来 眼角挂着泪 脸上却带着笑意 柳兄的琴术 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左红衣脸苦笑 从认识柳无邪之后 每次都会被他打击的体无完肤 水裂水忧 从众人掌声中 已经有了答案 缺乱脸色阴沉的可怕 在某一刻 他也沉醉进去了 被柳无邪的琴音 深深吸引 李智告诉他 不能沉醉 他要杀了柳无邪 缺家区域 没有人说话 每个人脸上挂着浓浓的杀意 柳无邪的琴术 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扇在他们的脸上 不知这么多手段 此刻看起来 是多么的可笑 缺兰 你已经输了 还不自尽 高级七班所有人站起来 一起讨伐薛兰 两人之间约斗 谁输谁死 众人这才回想起来 他们之间还有一场生死约斗 目光落在薛兰身上 看他怎么选择 薛兰一脸阴毒 他不甘心 岂能这样轻易认输 柳无邪 我要杀了你 薛兰发出凄厉的怒吼 双手抚琴 一道道音符化为灵力的剑气 冲向柳无邪 琴声杀人 真正的琴术高手 弹奏的每一个音符 都是杀人的戾气 薛兰虽不是琴术高手 已经能做到利用琴声杀人 谁也没想到 薛兰不肯认输 主动出手 两人端坐两座擂台 相隔一百多米 那些漂浮在空中的琴音 幻化出各种形态 最后幻化成一枚眉箭矢 这些箭矢包裹住了柳无邪 欲要置于他死地 极快无比 薛兰还在继续弹奏 这首杀人曲目 他练习了很久 今天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的耳朵好疼 音律非常的刺耳 冲向四面八方 许多人捂住了耳朵 先天竟承受不住 血迹顺着耳孔涌出 逆密麻麻的箭矢 急速而至 有些话为猛虎 在地面上奔跑 还有些话为猛兽 发出阵阵咆哮 狂风呼啸 野兽怒吼 攻勒出一幅奇怪的画面 柳无邪处于风暴中心 根本没有闪避的空间 薛兰已经锁住了整座擂台 柳无邪必死无疑 这是纪灭区 全字号区域传来惊呼声 纪灭区早就被禁止了 长期弹奏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神 变得更加暴力 喜欢杀人 缺兰为了杀死柳无邪 不惜暴露自己修炼技灭区的秘密 百米距离 眨眼极致 箭矢出现在柳无邪三米之内 再不做出反应 就会被这些音符幻化出的箭矢杀死 瞿灵雪的心都提起来了 恨不能立刻冲上去 左宏等人恼怒无比 今天薛家的做法 彻底失去了人心 卑鄙 无耻啊 李生生等人破口大骂 没见过如此无耻的人 已经输了 不肯承认还要出手伤人 只有薛家才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蒙虎张开锯口 朝柳无邪的脑袋咬下去 枪 尖军一发之际 一道清脆的音符响起 柳无邪右手食指扣住琴弦 轻轻地弹起 懂得琴术未必能利用琴声杀人 这是两个概念 严如玉精通月律 他却不会用音符杀人 将真气灌注古琴中 透过音符 形成一道天地法则 演变成各种形态 对真气的掌控 极其苛刻 每个人都认定了 柳无邪这次危险了 雀兰弹奏了十几年 领悟出来琴声杀人 柳无邪打娘胎开始修炼 也追赶不及 何况他以前一直是废物一个 这首纪灭区 又是杀人曲目 早就被禁止了 利用这首曲目杀人 除非是高级喜临近出手 才能化解这些音符 柳无邪不过先天静 唯一的办法 只能通过琴音来化解 琴音响起的那一刻 周围传来嗡嗡声 钟过来的箭矢 全部停住了 漂浮在柳无邪周边 距离身体只有一尺之遥 无法再往前一步 奔跑的猛虎 定格在虚空上 像是被人施展了定声咒 仅仅一个音符而已 就破解了薛兰的琴声攻击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薛兰像是疯了一样 双手疯狂的弹奏 更多的音符化为杀人利器 铺天盖地 几乎填满了整个空间 密密麻麻 形成了剑雨 遮天蔽日而来 哼 柳无邪发出一声冷哼 食指又动了一下 漂浮在空中的那些箭矢 突然掉头 指向薛兰 这一幕 吓得薛兰亡魂大帽 怎么会这样 那些箭矢怎么会指向自己 突然扣下琴弦 漂浮在空中的音符 暴射而出 顺着原路射向薛兰端坐的擂台 怎么会这样 一个音符就破解了寂灭区 帝国学院除了薛兰之外 还有许多人修炼琴术 他们想了很多办法破解这首曲目 找不到任何头绪 柳无邪道好 紧紧弹奏了一下 化解了所有攻击 还利用对手的音符 反击回去 这怎么可能 超出了他们的理解 连那些洗髓镜导师都看不懂了 柳无邪的音律之术 高出薛兰太多太多 只有学院那些音律导师 才能跟他比肩了吧 箭矢越来越快 发出猛烈的破空声 在无数人注视下 这些箭矢穿透了薛兰的身体 瞬间被射成了筛子 身体千疮百孔 鲜血染红了地面 临死之前 眼神依旧充满着不敢置信 他怎么会死在自己的音符之下 没有硝烟的战斗 没有生死搏杀 却让每个人惊心动魄 一场比斗终于结束 柳无邪完好无损 顺利击杀了薛兰 古琴收起来 目光朝薛家看去 他们还有什么手段 一并使出来 薛瑞 你还不出手吗 这一次轮到柳无邪发难 不愿意跟他们啰嗦下去 主动挑战 他要干什么 要挑战薛瑞 他可是喜临近五重啊 人群传来一阵惊呼 认为柳无邪太不理智了 应该见好就收 薛家今天损失惨重 这时候主动挑衅 正中了薛家圈套 柳无邪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居然不等柳无邪把话说完 身体嗖的一声 从平台月初站在柳无邪对面 恐怖的杀意 形成实质 笼罩柳无邪 就凭你这个垃圾 也想杀我 柳无邪发出一声冷笑 短刀出现在手里 对付这种垃圾 用不到霸权 辱骂喜临近五重式垃圾 只有柳无邪才敢这么说吧 奇怪的是 这一次高级六班没有蹦出来 一个嘲讽的都没有 可能是受到琴声的影响 很多人对柳无邪的态度 大大改观 谁是垃圾 一会便能知晓 薛瑞抽出长剑 他的玄器借给了薛品之 只能用普通的灵气交战 身体弹射而起 薛瑞先出手了 四周传来一阵嘘嘘声 堂堂喜临近五重 居然用通袭的手段 薛家你们还要不要脸了 李生生高声吼道 薛家太不要脸了 声音被强横的气浪给吞噬 剑气幻化成躲躲剑云 笼罩住了整个擂台 柳无邪被困其中 启灵近五重出手 柳无邪还能活下来吗 美人一脸期待之色 这场大战 应该是薛家最后的杀招了 薛瑞如果死了 薛家不敢再派人出战 柳无邪不敢大意 帝国学院的天才学员 可不是苍蓝城万荣哲那等废物 所能比拟 都有越极挑战的能力 短刀了起 幻化出一道恐怖的刀钢 撕开层层剑云 柳无邪脚踩其心 刀锋目斩而下 气势如虹 犹如一轮烈日 照耀苍穹 令人窒息的力量 卷起地面上的石块 疯狂的砸向薛瑞 后者大惊 没想到柳无邪的实力 强横到如此程度 常见突然改变 如同一条毒蛇 突然出现在柳无邪身后 刁钻诡异的剑法 令人防不胜防 这是灵蛇剑法 有人认出这套剑法 不在山河剑法之下 薛瑞的实力更高 身体形如灵蛇 不断地扭曲 将枪枪 兵器撞击 传来一连串的火光 两人身体陡然暴退 第一次碰撞 算是平分秋色 柳无邪隐藏了七成力量 这么多人在场 当然不会暴露所有力量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 你可以死了 灵蛇出动 薛瑞手中常见化为 无数条灵蛇 盘踞在空中 看起来让人头皮发麻 赤马 柳无邪发出一道轻蔑的笑声 境界陡然攀升 巅峰先天近七十一出 涌过来的灵蛇 全部被先飞出去 继续